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荷兰的街道里面贯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运河 那的确都有在行 那水也算蛮清澈的 所以跟很多地方的这个水的运程式不太一样 是整个荷兰让你感觉到很清新的部分 但我想大家对荷兰最大的印象是风车 所以这次也抓了一个点点小时间 去看一下风车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到的那个风车村 这个阿姆斯泰兰的风车村呢 进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像是个毛 那后面就是很多的这样的风车小屋 其实现在在荷兰 有的风车其实已经不多了 这都是早期留下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岸 上面有一种一种的房子 房子上面都有一个一个的这个风车的样子 那这是比较近的看这个风车 所以当地的确是风是蛮大的 那我们去之前因为不清楚嘛 所以心里有很多疑问 那到现场看以后才发现 哦原来风车长这样 大概都是建在屋子的上面 大概是二层两层楼高 那它的大小都比人再大一点点 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巨大 那这个是从后面去看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风车后面 那个有两个质杆子在后面 那其实为什么 它可以调那个风的角度 所以风从这边转来 它可以转 让那个风车的这个面 去面向那个风去跑得比较快 那这样子风向东北风西北风 它就可以做一些微调 那很多的这个风车 其实就作为他们一些 不管模仿啊等等这样的动力的 这样子的来源 那看得出来风真的都是很大 那也是有很多座 其实也有一些损坏 也没有在修改 那可是其实我到了荷兰 看了这些风车以后 其实是老实说 心里是有一点点小感触啦 因为这些都变成观光地带 不是真正在使用 所以很多下面其实它在卖乳酪 卖一些手艺品等等等等 那很多的这个来宾来这边看 就是参观一下风土民情 那甚至像刚刚那个 你要上去还要观看要收费 那我是没有上去啦 因为其实就我来讲 就是我去理解一下 哦当时的这个百姓 因为你可以从中去理解到说 原来当时的这个当地的这些居民 他们住的环境 那个风车跟风车 每一间房子中间的间距大概多大 风大概多强 那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是多大 你就知道当时的荷兰 他们是在什么环境里面 着重他们的国家 那他们设风的这样的地带 所以没有去过荷兰看风车的朋友们 也没有关系 今天看看我的这个照片 应该也可以很够理解说 哦原来风车就是长这样 对 那看过的去过的应该很多 我想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心态 有的时候很多的人事物就是这样 你没有去看过就是个好奇 那我也不会特别为了要去看风车到荷兰 那这次是因为一个因缘机会 那边有事情 那就是抽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过去看了一下 那也理解到以后就觉得说 老祖宗的智慧 怎样运用这样的东西 让生活变得更便利 而且不做破坏环境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 在用能源上不需要浪费的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